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最近一周 韩国网友们关注的几件事情 根据媒体报道 1月2号,女团EvoGlo舉行了粉丝签名会 成员们为来到现场的粉丝们拜年行大礼 而在这个时候,韩国国籍的成员们 都是按照韩国的传统拜年方式 给粉丝们跪拜大礼 而中国国籍成员王一人做了中国式的拜年 一开始因为这只是文化差异 所以在韩国也没有人在投论 但是今天有很多家媒体报道 这件事情在中国收到了称赞 中国人不下跪 中国人只对天地父母下跪 这是在海外的中国艺人的榜样等等后 在韩国各个论坛也引起了热议 不喜欢韩国文化的话就不要在韩国啊 因为是文化差异 所以不行大理是没什么关系 但是把这个当成是优越榜样的中国网友反应很惊人 对他国文化一点尊敬也没有 如果是中国组合里的韩国成员这样的话 应该会被骂到半死吧 一点都不慌张 直接做出了中国式的拜年 其他成员们也不堪一眼没有理会 应该就是之前在军队的公演 等对韩国国企的敬礼被中国网友们攻击后 这次公司内部有事先都说好了不行大理吧 对于Evergler王仪人行大理争议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伊纳恩澄清霸凌争议 今天Apple的所属公司通过官网公开了 伊纳恩霸凌争议的警方调查结果 所属公司表示 透过警方数个月的调查 确认A某有散播虚假谣言 名誉毁损的嫌疑 将A某移送检方了 A某目前已承认反省自己的错误 并表示想要对伊纳恩道歉 也缴出了道歉文 因为伊纳恩接受了A某的道歉 所以撤回了提告 这位A某13月份在论坛散播谣言表示 伊纳恩小学生的时候是校园霸凌的加害者 而被所属公司提告了 现在才知道原来也有校园霸凌谣言 我只知道对内排挤争议 我以为是排挤争议点进来的 原来还有过霸凌争议啊 不应该原谅的 50万剃胡子 韩国一位YouTuber提高观众的消息 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 这位YouTuber发文表示 在上一次直播的时候 我发布了一个50万剃胡子任务 有人赞助50万我就会剃胡子 然后有位观众汇款了50万 所以我就剃了胡子 但是之后我重新看了一下汇款明细后发现 这个人把汇款人名换成银行名50万后 只汇款了一元给我 因为你无脑的玩笑 我不只剃了留了一年多的胡子 为了一块钱在镜头前面刷宝 真的是感到很羞耻 我会采取所有手段对你提高的 说给50万就会剃胡子也很可笑 结果因为收到一块钱要提高更可笑 观众给你提供素材了 如果幽默一点处理的话 完全是频道爆红的机会 竟然是这个样处理了可可 傻子们的特征 突然会因为大不了的事情发表 被委托的律师心里应该也会想 这傻子在干嘛 对于直播的时候 赞助多少钱就做什么的这种素材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感受一下Blackpink的空白器 今天一位网友上传了 感受一下Blackpink空白器的贴文并留言 Blackpink最后一次完全体专辑是Love Seekers 这是Aspa出道一个月之前发表的歌 哇 不是 这是去当兵了吗 假设今年三月回归的话 就是有了一年六个月的空白器 不就是男爱豆当兵的时间吗 这本来就是YG的特征QQ 用这么好的组合出道 不发表很多歌曲 真的是玩忽职守 好伤心 第一支Vlog 一位出道三年多的知名YouTuber 在副频道发表了出道首次的Vlog 在韩国Vlog叫Vlog 有关人士表示 2022年 这位YouTuber会努力的经营副频道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订阅 我为自己代言 见到穿着无袖T恤粉丝的男男一斗 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个非常让人心动的影片 这是Moonstacks成员Keehan 见到穿着无袖T恤的粉丝后 将自己的天生 我们马上来看看 疯了不知不觉的 微笑到嘴要撕了 哦 发出hook的声音了 你真的有罪Keehan 会记住的 不是粉丝的我都心动了 Moonstacks Keehan 记住你了 Moonstacks Keehan Moonstacks Keehan